在9万人中有4人重复中奖的几率 科拉德的计算结果显示 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 第四月2560、2014、019、53、702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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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分之一 几乎是天文数字 评论中 不少网友调侃比奇艺博士的1400万种可能性还难 财政部近日举办的云端众数区一 其几点数抽奖活动 应有4名参加者多次中的iPhone、iPad等大奖 引起带来网友对其抽奖机制的公平性质疑 财政部表示 活动设计旨在提高民众对统一发票对奖APP的使用年助度 现已展开调查以确认抽奖程序的公正性 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开说明 这项活动吸引了超过9万人参与 透过完成指定任务可累积点数 进而兑换电子礼券或参加抽奖 活动分为三期进行 奖品包括iPhone、iPad等热门产品 但也有没有发现多期中奖名单中 竟出现同样4人多次获得大奖 甚至还中一样的奖项 一次带走两台iPhone 这样的重复中奖情况随即引发讨论 访红Chip将此情况发问AI模型Cloud 悬问在9万人中有4人重复中奖的机率 Cloud的计算结果显示 发生这种情况的机率 第四月2560,2045,1953,702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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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分之一 几乎是天文数字 Chip同时询问Xgpt得到了相似回复 AI回应称重复中奖的几率极低 引发更多网友质疑 评论中 不少网友调侃比奇异博士的1400万种可能性还难 认为这样的情况难以用几率合理解释 呼吁财政部进步查明原因 针对这些疑问 国税局回应表示 活动设计上采取的是鼓励捐赠提高机会的方式 鼓励民众捐赠云敦发票以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对于一些平凡捐赠的参加者来说 由于抽奖次数较高 相对提升了中奖的可能性 国税局指出符合资格的参加者名单费入抽奖系统后 在律师见证下公开抽奖 过程透明、公正 此外 为鼓励民众持续参与活动 民众在第七抽中后 更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期与第三期 一旦继续参加累计抽奖机会 就有机会可再抽中 至于媒体报导有四位民众重复中奖 遭一步功一试 目前查证中 但有结果 将事实对外说明 大家对抽奖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碰板在直播中 展示了一份来自桃园分局的通知书 该通知书显示 有否希以恐吓取材的名义 对他提起诉讼 这份诉讼引起了轩人大波 碰板在直播中愤怒地批评有否希的行为 并质疑对方提起诉讼的合理性 在当代社交媒体的浪潮中 网红之间的纠纷往往迅速远变成公众的焦点 近日 一场由网红碰板和有否希所引发的争议 再次凸显了网络文化中的利益冲突与法律争端 碰板 一位知名的YouTube内容创作者 因爆料有否希涉嫌参与一番赏诈骗案而登上了热搜 事态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当碰板在直播中展示了一份来自桃园分局的通知书 该通知书显示有否希以恐吓取材的名义对他提起诉讼 这份诉讼引起了轩人大波 碰板在直播中愤怒地批评有否希的行为 并质疑对方提起诉讼的合理性 他表示 自己从未从有否希那里取得任何财物 反而是有否希的行为造成了他的时间损失 并浪费了司法资源 碰板的直率和愤怒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网友表示支持碰板 并对有否希的行为表示不满 在这场争议中 不仅是碰板和有否希之间的对峙 还牵扯到其他网红的相关行为 碰板提到 他之前邀请了有否希的前合伙人 一起揭入有否希的诈骗手法 这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事件的关注 此外 还有其他网红因涉嫌称流量而被碰板点名批评 其中包括孙孙二创影片的事件 当受害者寻求帮助时 反而被要求出自拍摄影片 这些行为不仅令人质疑其道的底线 也引起了一连串的舆论风波 这场有网红引发的争议 不仅是个人间的纠葛 更反映出社交媒体时代下 公众参与他法律介入的复杂性 网红作为新时代的公众人物 他们的行为不仅会影响到 他们自身的形象和利益 也会对他们的粉丝和公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纠纷进入法律领域时 这不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审视 也是对于社交媒体文化影响力和责任的一次重要反思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如何平衡个人自由和公众责任 如何确保法律的正当运用 成为了每一位网红 粉丝乃至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课题 此次事件不仅是网红间的纠纷 更是对当代社交媒体文化的一次深刻检视 呼吁所有参与者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和机会时 更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衣物 随助社会的进步和法律的完善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加成熟和公正的机制 来处理这类纠纷 保护好每一方的合法权益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事情迅速升级 当地警方接获报案后 迅速召唤有否希等人进行调查 尽管有否希表示有出国计划 拒绝到案说明 并表示会近代收到传票后再说明 警方人表示若他不配合 将采取法律手段强制带回 近期有否希所举办的iPhone A151翻赏活动 突然爆发争议 原本一场乐透式的娱乐活动 意外演变成为诈欺与恐吓取材的法律纠缠 该活动由有否希主导 在桃园的一间娃娃机店内举办 根据规则 玩家可支付200元起的价格 抽取一张机率牌 并声称其中必有一张为iPhone 15中奖牌 然而 数位粉丝投诉 经过多次参与预告额投资后 仍旧一无所获 揭入此事件的是YouTube网红蹦板 他与粉丝阿浩一行人亲自到场实测 结果发现即使包下所有牌也难寻中奖之机 蹦板随即在网上公开自己活动的合法性 并提出诈欺指控 面对指控 有否希与娃娃机店的无性店长反控蹦板 及其团队料人闹事 涉嫌恐吓取材 事情迅速升级 当地警方接获报案后 迅速召唤 有否希等人进行调查 尽管有否希表示有出国计划 拒绝到案说明 并表示会静待收到传票后再说明 警方仍表示若他不配合 将采取法律手段强制带回 在这场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下 事件的真相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有否希一方声称也就前次活动向粉丝赔偿 包含营收损失和两只手机 然而 阿浩一与蹦板对此回应似乎并不买单 他们坚称 即便接受赔偿 也不影响他们揭露真相的决心 从这起事件可见 网络社群与现实交互作用下的复杂性 以及当公众人物进行商业活动时 公平透明的重要性 同时 这也反映出在数位时代 资讯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在法律层面上 此案可能涉及的主要是诈骗罪 依据台湾刑法第339条 任函以不正当方式取得他人财务为目的 利用虚假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使人无信而交付财务者 皆可构成诈骗罪 在此案中 若证实有否希故意设置无奖品的抽奖活动 诱骗消费者支付金钱 则其行为恐怕触犯刑法 一番赏是日本万代公司发行的抽签类游戏 在日本全国的超商 书店 模型玩具专卖店与自营店店店铺贩卖 玩家付费后抽签 每个签必定有奖 只是大小有别 因其有趣且刺激的玩法引入台湾店家争相模仿 知名YouTuber有否希因其一番赏活动引起的争议 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公众讨论 该事件不仅牵涉到网红商业行为的道德问题 同时也触及了消费者权益的重大议题 对此 网友们在PTT及社交媒体上展开激烈讨论 评价两极有人批评有否希从头到尾都没有iPhone 太可恶了吧 也有人质疑整个事件的真伪 留言表示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觉得玩一番赏会赚到抽到大奖 在法律层面上 此案可能涉及的主要是诈骗罪 任何以不正当方式取得他人财务为目的 利用虚假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使人无信而交付财务者皆可构成诈骗罪 在此案中 若证实有否希故意设置无奖品的抽奖活动 又骗消费者支付金钱 则其行为恐怕触犯刑罚 然而 有否希的辩解和反指控 将是法院整理的重点之一 除此之外 本来已牵涉到不实广告的问题 根据公平交易法 任何业者不得以不实或误导的方式进行商品或服务的宣传 否则将面临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此 若认识有否希的一般上活动宣传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则可能遭到相关机关的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 网红经济的蓬勃发展时的类似事件屡见不鲜 这不仅对消费者权益构成威胁 也对网红自身的信誉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 网红不仅是一起个别的法律争议 更是一个关于网络商业道德和消费者保护意识的社会案例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发展 公众与法律专家都在密切关注 在这段合作中 有否希利用各种手段 包括假抽签和预录影片的剪接 来无导消费者 也透露抽签人情厂商特制数字顺序 并且藏牌 让客人看得到吃不到 竟然因为有否希一番赏事件 造成不小的风波 许多客人觉得被诈骗但又有苦难言 如今笨板站出来替大众喉舌 并自费委任律师亲自踢爆事情 并且在关键证人小宇出面证实事件的内幕 让一切真相大白 有否希与小宇的合作案 因为背后不时的行销手法而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一切的揭露 源于小宇的良心发现 以及他与蹦板的勇敢站出 两人携手将商业背后的不义行为带到了公众面前 希望能够还给社会一个真相 在与有否希合作三年后 小宇感受到了商业操作背后的道德问题 在这段合作中 有否希利用各种手段 包括假抽签和预录影片的剪接 来误导消费者 也透露抽签人情厂商特制数字顺序 并且藏牌 让客人看得到吃不到 这些行为让小宇感到无法接受 因此他决定找上了蹦板 一同将这些不时的商业行为公之于众 蹦板一直以来都坚持商业的诚信与道德 面对小宇的坦白 他决定支持小宇一起揭露事实 蹦板表示 商业应该建立在诚信之上 任何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 他希望这次事件能成为一个转机 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重视诚信经营 面对这场揭露行动 有否稀出时试图辩解 但随着证据的累积 蹦板出面喊话表示事情已经是证据确凿 近代有否稀出招 蹦板还小宇的勇敢行动 不仅揭露了商业运作中的阴暗面 也启发了公众对于商业诚信的关注 这起事件强调了企业经营中诚信的重要性 并鼓励所有商业实体坚持正直的道德标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